今天是9月29号 这里是中国澳门 澳门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 其实在中国 我突然发现 中国居然有四种货币 第一种是中国大陆人民币 第二种是中国澳门的澳元 第三种是中国香港的港币 然后第四种是台湾 中华民国台湾的台币 突然间觉得还是蛮神奇的 因为在澳门 不可以直接使用人民币 但是可以直接使用港币 就是在澳门是可以使用港币跟澳元的 台币也不能用 然后在台湾的话只能用台币 在香港的话只能用港币 在大陆肯定只能用人民币 澳门是一个文明天下的一个赌博的城市 澳门很小 它就是一个很小的城市 它跟香港比面积会小很多很多 所以澳门这人口密度世界第一 但是它的人均GDP也是世界第一 它的人均收入很高 所以他们知道的物价也很高 然后他们的最低工资也很高 这个最低工资 我看一下这边的广告写的是 这个一般来说随便一份工作大概都有一万澳人民币 就折合大概九千人民币 九千人民币大概就是一千五百美金不到 但是这个对于中国来说 中国大陆来说的话 已经算非常可观的了 中国大陆虽然什么人均GDP也不算太低 但是中国有很严重的贫富 贫富分化的差距 虽然全世界都这样 但是大陆也是很严重的 然后澳门这一块的话 大家都说是因为澳门的赌博业 带动了整个城市的发展 整个城市的税收 接近一大半都是赌博业给贡献出来的 所以包括澳门的赌博业养活了许多澳门人 因为澳门的赌博业里面那些核官 包括有一些保安或者一些工作人员 很多都是澳门人 就是本地人 然后除了这些本地人以外 就是一些外国人 可能有什么印度呀 然后一些东南亚的人 好像是没有中国其他地方的人 就是中国除了澳门以外 还有澳门当地人以外 就没有中国其他 比如内陆的 或者台湾香港的呀 都没有 就只有赌卓里面的工作人员 就只有澳门人 和一些东南亚的人 澳门赌场的规模有所说的 这个体量是非常庞大的 我昨天去赌场里面逛了一下 没有花一分钱 只是没有买一分钱 因为我没钱 所以就只是看了一下 观察了一下 赌场里面 绝大多数的赌客 几乎都是华人 几乎都是华人 然后这些华人绝大多数 又几乎都是大陆人 然后这些绝大多数的大陆人里面 我认为粤语区的人 应该有一半左右 因为他们都操了一口粤语嘛 虽然我能见到的都是投注额比较低的 就是可以说是低端局吧 因为我看到那个一些材料 我也资讯说 澳门的赌博业里面 他们那些赌场的收入来源里面 有一半左右是这种低端局 或者说中低端那种散客贡献的 还有一半是那些超级富豪 他们自己去包一个小场地 就是自己玩自己的 还有一半是这种大富豪 他们贡献 但是这些散客也有一半呀 所以我说的所谓的绝大多数这些东西 都是以这些散客为那的 为依据的 这个是澳门金沙 因为澳门是就在大陆旁边的 澳门最主要的一个边境口岸 叫做观察 在大陆叫做龚北口岸 但是在澳门这一块叫它叫做观察 从地图上看 澳门和香港是不同的 因为香港旁边的是中国大陆的深圳市 深圳的话它和香港之间有一条河 然后除了这条河以外 它中间离就是深圳离香港的城区有一段距离 中间相当于是一片空地 什么自然保护区啊 什么之类的 因为香港我还没有去 我今天就等车去香港 所以我不太好评价香港 我只能说据我现在所了解到的 然后说了 香港和深圳之间是有一片空地的 从地图上这样看 然后它的城区是远离深圳 香港的城区是远离深圳的 澳门不一样 澳门从中国大陆的珠海市 过了那个关口以后 只要过了那个关口 过那个边境大厅 一切就不一样了 就是瞬间仿佛就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当然这个比较夸张 非常夸张 只是说感觉就马上不一样了 因为中国大陆 首先它用的是简体字嘛 澳门香港台湾都用的是繁体 然后包括拼音 拼音也是一样的 这是我之前在江湾关的时候说过的 像澳门台湾香港 他们还用的是 喂马豆的拼音方式 因为中国大陆 颁布的新的拼音的规定 它只在中国大陆有推进嘛 所以这些地方 港澳台三店 还是用了以前的拼音方法 为什么要专门提到这个 因为其实有很多鹿的名称 或者一些老字号的酒店呀 吃饭的地方呀 包括他们人的姓名呀 他们也是要翻译成英文吧 他们翻译成英文肯定还是用中国的拼音方式 但拼音就分两种嘛 一个是喂马豆的 这早期中国早期由这个人创立的拼音方式 还有一个就是五六年中国大陆自己颁发的一套 所以港澳台三地是用的老的 喂马豆的一套 但是其他的华人世界 比如马来西亚之类的 他们用什么 我是不知道的 没有去没有发言权 从珠海进入澳门 以后 刚过关 他们在那个关口门前 就有许多补偿的巴士 他们那个叫做免费的穿梭巴士 就是他停在关口那 然后你进来以后你可以直接上他的巴士 也是免费的 然后你上他巴士 那个巴士就是把你送到酒店 因为澳门这些赌场 他几乎都是一个赌场 后面就是一个酒店 就是酒店跟赌场是一体的 所以他相当于是直接把你送到赌场门口 比如说这个 他从口岸 然后就有巴士在那等 不能说等吧 大概十分钟一趟 就是不停的不停的十分钟 一天估计24个小时里面有18个小时都是这样 十六十八个小时 特别长 从早到晚 然后那巴士就不停的注意 就在那下面有很大的提示场在那等着 然后每隔十分钟就把赌客就往各个酒店送 用去每一家每一家赌场有一个就是有自己专门的巴士 就我要去哪个赌场就直接上那个赌场的巴士 然后他就那个免费巴士就把你直接载到这个赌场这 还是以这个为例子 我想来这就是澳门金沙 就上澳门金沙的巴士 然后巴士就直接把你带到这了 这个是免费的 所以不是说你来这你就必须 你上那个巴士有什么条件 没有条件 你可以搭任意的巴士 也不收钱 然后如果你是住在附近 那就太好了 特别你的旅店订在附近了 还有完全省交通费 然后 这是他这边最便利的地方 包括 赌客在赌场赌完了以后 他要回到大陆那边 他就去还是坐酒店的巴士 一样的 也是大概十分钟一趟 就从酒店这再把你送到口岸那里 所以是是非常 非常非常有组织的一套整套系统 就你来 你只要过了关口 从大陆来到了澳门 马上有巴士把你送走 送到酒店来 好 酒店来 你进去 送到酒店门口吗 酒店门口进去以后 就是赌场跟住的地方 就是酒店吧 然后你潇洒完了以后 出酒店的门 又有巴士把你送到大陆去 送到口岸去 然后口岸你直接走路 就回到了大陆 所以有许多 那种一日游的大陆人 可能因为 还是因为 澳门离广东最近嘛 所以广很多粤语区的人 为什么 我说 这边有很多粤语区的读客 就是因为他们近 他们就可以碰到一天 两天就来一次 所以碰到很多 早上就过来 然后晚一天 然后晚上又回去 因为他们的巴士 就从酒店到 口岸的巴士 大于 是晚上12点钟 晚上12点钟才收班 所以你 比如你早上七八点 九十点钟 早上十点钟进来 你可以在这里 待12小时 然后再回去 所以有许多一日游的 因为他们很方便嘛 这样说起来 其实 其实这些赌场 他们赚的还都是中国人的钱啊 绝大多数赚的是 花人的钱吧 而这些赌场的背后资源的话 有一些是美国的企业 有一些是香港的企业 有一些是香港和美国合资的企业 就说穿了都是 就没有大陆的股份 因为大陆是禁止赌博的嘛 所以 而且包括大家都知道 中国有很多贪官 而且他们贪的钱 不是一般的多 所以那些贪官最喜欢的 包括不只贪官吧 就是一些贪污公司的钱的一些人 他们就喜欢跑到澳门来赌博 但是他们输掉以后 钱相当于就直接流到这些 赌公司的荷包里面来 特别是说关于官员方面的 他们有一些是 亏空了国家的资产 然后把钱花到了这里 所以 所以 是很神奇的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 但是 也 好像无可奈何一样 你就这样了 所以 这算不算是一国两制的 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呢 就这么远一点距离的 澳门行政区 就有一个社会主义 就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杜博 所以 绝对不允许发生的杜博 是 绝对不允许发生的杜博 是 国庆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所以 所以 这边也有许多的 广场啊 或者是交通顺纽啊 都树了一些 中国的国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然后包括有一些大的宣传语 热烈庆祝的啊 包括有一些很 很朋友的地方吧 就是也会有一些标语什么 就是 就是很亲中吧 就觉得看了以后 觉得哎呀 大家真的是一家人一样 虽然本来也就是 应该是一家人 这点 这点我不知道 等一下去香港会怎么样 从目前的局势来看的话 我觉得香港应该不会这样 香港的反中情绪现在这么高涨 应该不会有什么 很亲中的行为的 亲中的标语 我估计很难见的 澳门的人均GDP很高 然后他们的收入也不对比大陆来说也不低 然后他们的免 就是这个香港行政区的免签国家也特别多 140多个 也就相当于当今世界几乎全部 澳门跟香港比 其实澳门的 澳门的护照 应该是比香港更好用的 澳门所有一些指标 几乎都是高于香港的 只是澳门就有点像 闷声发大财的感觉 澳门一直都有点默默无闻一样 不像香港 香港一搞就 有新闻出来 澳门就有点 默默的默默的 所以很多人提到澳门只是 赌博言 就只有这个印象 所以这就是中国典型的闷声发大财 这样也挺好 所以我突然觉得 你觉得这个世界公平吗 有些人就投胎到了 有些人出生在了 珠海 有些人出生在了澳门 他们这么近 澳门就是一个高福利的地方 生孩子呀 包括日常生开销 这都有政府的补贴 甚至 每年政府还会直接发红包给大家 因为有赌博业吗 有税收吗 高福利 就有点像欧洲的高福利吧 包括这还可以用 一些在中国大陆不存在的网站吗 对吧 所以是公平吗 这个澳门人好吗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何谓公平 何谓不公平 我只知道这里不是我们家 也羡慕不来呀 对 找你姐姐的吧 也羡慕不来呀 但是我们的小鸟 因为现在我们的小鸟